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一位离异女性张倩的感情经历 在这里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帮她分析分析 网友知述我的名字叫张倩 38岁 目前处于离异状态 带着一个8岁的女孩 期间父母亲戚朋友也给我接受了很多对象 可是总是这样这样的原因一直碰不到合适的 就这样带着女儿独自生活了8年多 想想就这样带着女儿过也挺好的 如果遇不到合适的也就不招了 可是就在上个月初中郎同学聚会 遇到年少的追求者王斌 他和我一样也离婚了 前期比较心狠 把一额一女都留给了他 自己跟别人跑了 可能我们有着相同的经历 再加上又是曾经的追求者 我们好像互相找到了亲属的对象 我也感觉自己憋了多年的委屈 也在那一次释放出来 最后他经常约我出来 谈心逛街 也时常给我女儿买些小礼物 我知道他想和我在一起 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 毕竟我也是个女人 也想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庭 和一个真正爱我的男人 而且他还是我的年少时候的同学 我们又都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 如果在一起 或许比父母亲戚朋友介绍的父母相识的 也要更合适 但是我内心也有思想争斗 主要还是这三个问题 第一 孩子问题 结婚后我们共同有三个孩子 可是两个是他的孩子 我担心女儿可能会被欺负 或是冷落 在生活中可能会被孤立 并竟对他的两个孩子来说 我女儿是个外人 第二 经济问题 我的收入也不少 孙子比他多一点 结婚后我有一个孩子 而他有两个 我们共同养育三个孩子 这五星中给我增加一笔经济负担 母亲都是致师的 都尽可能希望其他孩子多一点 说到这 我也深刻体会到 人们常说婚夫妻很难以挑心 都为自己的孩子模画 三 往事重严 我自己独自生活了这么久 也不是不想找 就是担心 如果再找一个又从脑护者怎么办 不能再离直婚吧 如果真的再婚 我想我不能接受再婚后 过不好再离婚 我想那个时候 我心里真的是彻底崩溃 如果再婚 我想我需要很大的勇气 才敢走出再婚这一步的 在这里小编要说 人的一辈子还很长 难道真的自己过后半辈子 人都是害怕孤独的 尤其是女人 哪个女人回家不想有个知能知能的暖心人 婚姻不容易 再婚更不容易 想要好好的经营戴婚姻 觉得累是很正常的 有个伴儿陪着总归不会那么寂寞 有人说说话 聊聊天 总归是好的 孩子在大也是要离开自己的 能陪自己几年 所以爱婚的男男女女 都花点时间去经营感情 再找一个人生的伴侣吧 小明年 明年